各位學員大家好 首先來我們來介紹今天的八字 什麼叫八字 八字就是由每個人出生年月日時所產生的八個字 從八字裡面會產生什麼 產生我們的陰陽 陰陽裡面陰陽何謂陰陽 一陰一陽未知到 孤陰不生孤陽不長 就是一個男的跟兩個男孩子 兩個都是男的不會生小孩 兩個都是女孩子也不會生小孩 所以陰陽未知到道是什麼 道就是真理 真理就是不變的道理 所以很多人講說 學八字跟去看八字那是一種迷信 可是你要記得 我們今天是要探討他的真理 這樣知不知道 再來我們來介紹這張 我們的小孩子的命盤 這張小孩子就是今年剛出生小孩子的命盤 一般在批八字的 我們的八字會產生我們的池天肝 池天肝就是什麼 就是我們的甲乙丙丁物極更新人鬼 他會產生什麼 產生我們的五常 五常就是什麼 就是我們的人理性意志 甲乙目的人 他本身非常的忍慈 丙丁火的人 他本身非常注重禮貌 物極圖的人 他本身是講信用的人 再來更新經的人 他本身是注重義氣的人 再來人癸水的人 就是屬於智慧 就是頭腦非常聰明的人 從我們的十天肝裡面 他會看出我們的先天的病因 外在病因跟我們的內在病因 像甲乙的人 甲的人就是膽 他的膽不好 還有甲木的人他會偏頭痛 乙木的人就是他的肝 他的外在病就是脖子 脖子會痠痛 再來我們的 剛好這個小孩子是我們的丙火 對不對 丙火的人就是他的小腸 小腸腸胃不好 還有他的肩膀會比較緊 再來介紹我們的丙火 丙火就是 如果這邊日主是死丙火的人 他就是心臟方面 心臟 丙火的人就是心疾病 再來介紹我們屬土的人 悟土的人 悟土的人就是他的腸胃不好 還有他的外在病因雙血 雙血是我們的旁邊 雙血女孩子對不對 就是代表他的乳房 乳房也很容易對不對 得到我們的乳癌 所以屬土的悟土的人 很容易會得到乳癌 再來介紹我們的 極土的人 極土的就是他的鼻胃 鼻胃不好 就是肌痠 肌痠 還會像脫水一樣 還有他的腹 不需要肩膀的碰碰碰碰 就是肩膀痛 再來介紹我們根筋 根筋就是我們的大腸 我們的肩膀 還有他的肩膀 就是肩膀也肩膀痛 肩膀就是我們的肩膀 心筋的人 再來心筋就是他的肺 所以屬肌的人 心筋的人不要抽菸 如果抽菸 暗時都會肩膀 還有他的肩膀 就是我們的肩膀 肌痠 肌痠的人的肩膀 大部分會側歪 還有一種叫做做肩膀痛 再來介紹我們的肩膀 再來介紹我們的肩膀 酥水的人 像膀胱 膀胱 他的膀胱會比較壞 還有他的肩膀 腎是哪裡 是我們的肩膀 所以屬水的人 膀頭腰 肩膀這方面都站得不久 肩膀的肩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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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介紹我們的肩膀 再來介紹我們的肩膀 肩膀就是他的肩膀 肩膀 肩膀比較壞 水如果太多肩膀 會洗肩膀 肩膀的肩膀 還有肩膀 肩膀的肩膀 肩膀也會中胸 這個就是我們的 我們的日足 他本身他的病因 跟他的特性 所以這個小孩子是什麼 是屬火的人 所以他就是 他就是 以後就是非常有禮貌的小孩子 還有他本身的病因 就是腸胃 腸胃方面會比較差 他會胃痛的比較壞 他的腸胃會比較不好 要注意他的腸胃方面 還有他的肩膀 以後就是會未老 還沒到五十歲就會五十肩 再來介紹他的日足 他的那個我們的月令 月令就是躺在他內在的心性 天干為陽 天干就是明 就是明的 地之為暗 何謂明 明就是看得到的 也叫做屬於大 如果在我們的十天干 他會陽的叫做大 陰的叫做小 在我們的十二地之一樣 我們看到的十二生肖 十二地之 他也會產生我們的人理性一致 也會產生我們的五行 來 胃 胃本身四五胃 他本身也是屬火的熟灰 可是如果在八字 批八字的時候 他是屬土的 他是熟土的 所以這個孩子認定的 主動 心情 禮貌 和為人講信用 他就是會注重 那個禮貌 跟講信用 可是 胃 屬我們的小腸 你看 他的明的也是小腸的問題 暗的也是小腸的問題 所以他的腸胃 會比較不好 這小孩子的腸胃會比較不好 再來你看 看他本身 這個代表他 小時候非常的孝順 可是因為 胃熟土也會比較固執 你看 他跟長相醜味相沖 你在批八字的時候 有人說你的地之 有財無庫 有財無庫你知道嗎 有財無庫 沒土地 所以你錢財也記不住 一種就是有財無庫 有財無庫 你看喔 什麼叫財 財就是看他的地之 有沒有 成虛醜味 本身四字 你看喔 成虛味 他四隻都走出來 三隻都走出來 你看他三隻都走出來 他的財很小 財也代表不懂善 所以這個孩子 人間有沒有 他的不懂善很小 統計就有三個不懂善 第一的不懂善 在他生出來的時候就不懂善了 第二就是三十二的本身就不懂善 第三就是帶財之後就不懂善 最後就會有不動善 可是你看喔 他的不動善是充開 是都開口善 醜味相沖 醜情虛虛情味 他的口是充開 所以他的口是破坑 所以他這個口要補 他這個口要補 我的介紹就是 有很多方法 一種是用奇門燉甲 一種就是買不動善 買那個我們的那個醫療鹹 他的地勢要打什麼字 要打一個碼 碼字 把他的褲綁住 他的錢財才不會流失 再來我們介紹天干 你看一般人說你要怎麼看 你這個人一輩子到底有沒有貴人 你這個人到底會有錢嗎 有錢要怎麼看 就是看天干有沒有財 有財 有代價財跟財財 他現在這個 價財就是 價財就是 固定的錢財 你看 他的價財又入庫 財又入庫 錢財又入庫 所以這個孩子 人工會有錢 代表他的權利 代表他的權利 所以他會有錢還有管理 官代表什麼 代表他的民生地位 所以這個小孩子 越老會 越有民生地位 越有錢 越有錢士 你看喔 你看他的 他的天干裡面 又有丙心盒 但天干有五盒的人 一輩子會有貴人 也容易進入到善有社會 就是進入比較高層 他本身 天干五盒 有哪五盒 有甲己盒 乙根盒 丙心盒 丁楞盒 勿盒 你看 他丙跟心事盒的喔 所以這小孩子 一生下來 就容易遇貴了喔 就會進入到善有社會喔 你看喔 財官印 這是每個人 夢為以求的 有權利 又有民生地位 夠有money 夠有錢 可是你注意看喔 官代表文的 文官 煞代表武官 所以齁 財官印是人家把天下打好的 打好的給他去守喔 如果這個小孩子要更好 人家要更好 就是更好 要文武雙前 就是要打一個煞 用青門頓夾打一個煞 打一個任 讓他關 讓他關 讓他關煞文了 關煞文了就是什麼 做事會死會活 如果一本心帶官 很多事情他不敢講 帶煞的人是一三打過一三 他會變成一方的霸主喔 所以這個要補充一個煞 讓他更好 在批八字 在看八字的時候 最怕什麼 最怕浮充 浮充 什麼叫做浮充 浮充就是你的命盤裡面有兩個字 兩條有一樣 兩條有一樣 你看 七尾 還有那個他的命盤沒有 沒有浮充 還有天克地衝 什麼叫做天克地衝 就是到以後會一場空 就是它本身是秉須 必水跟塵 這個叫 它有克可是它沒有衝 如果有天克地衝的正命盤 到老來是一場空 你看喔 你注意看 今年是什麼年 新丑年 今年是不是都新丑年 新丑年跟新丑叫做浮雲 你的公道是 它是今年生德 是不是 今年生每一個小孩 都是浮雲 對 以前我聽到以前人說一句話 生的家 世的班 生的家是收集班 小孩那段時間為什麼不可以保護口 你們記不記得 很多人很萬多保護口 就是怕小孩養不完 所以是不是 現在的養子比較進步 現在的養子非常的進步 所以比較沒有這種問題 所以 新丑代表什麼 代表你跟太歲比担 太歲比担 怎麼會被抓去台 所以一般在新丑年的人 大部分都會有血光之災 一般如果是新丑 跟太歲一樣要怎麼辦 犯了太歲要怎麼辦 就是身上帶一顆小樓盤 小樓盤 因為它經免會有血光之災 小樓盤 或是購買我們的醫療鞋 這樣他才能會更好 所以這個小孩子 以後一定是一個不簡單的小孩 因為他的霸智非常的漂亮 人間要再教 要用鼓勵的 因為生的會比較壞 會比較壞生的 那我今天就是講解到這裡 謝謝各位 謝謝